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朵花枝岁月的痕迹 我是主持人亮亮 说到台南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余光岛 还是神龙街 或者是 奇美博物馆呢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在历史课本上一定会出现的台南古蹟 就是我们的安平古堡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快出发吧 Go Go 我们来到了位于安平区的安平古堡 现在来介绍我们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恩恩 嗨 我叫恩恩 好 那第二位呢 是我们的仙仙 嗨 大家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进去吧 你们知道安平古堡的另外一个名称 台湾是什么吗 我知道我知道 是叫热兰之城吗 没有错 安平古堡最早是有 荷兰人在奕昆森建立一座简单的载城 这就是安平古堡的前身 也是台湾最古老的城堡哦 这里曾经也是荷兰人在台湾统治的中书 那你们知道安平古堡有几年的历史了吗 我知道我知道 是200年吗还是1000年 你的历史老师都要哭了啦 这里最早是建于1624年 所以这边有398年的历史了哟 哇 是老妖怪了呢 你们看 史基纪念馆旁有一个用很多红妆构成的寮望台 寮望台旁的空间曾在1908年4月1日建立电瓦石照过程的安平灯塔 在二战后因为海岸线变迁的原因 灯塔功能消失 在1960年停止运转 直到1965年才把灯塔牵移至安平关系平台旁的替他使用哦 还有还有 这是原本热燃遮成外城的城壁残积 因为当时没有水泥 所以整座城堡的红毛土 是用糖水、糯米汁、牡蠣壳粉及沙调制 在使用红砖碟件而成 现在依然可见骨壁上的铁剪刀遗迹 是当时为了巩固粮壁用的壁锁 预防壁面脱离而用的哟 都听完安平古堡的历史和景点特色之后呢 我要来考考你们啰 今天要考验的是复刻老照片 每个人分别拿到三张老照片 要尽量的还原老照片上的地点、角度及动作 还原度月高者即获胜 输家则获得一杯苦茶作为惩罚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 让我们开始吧 Here we go 请两位嗆聲一下 喝你的苦茶 吃你的苏家的酒 嗯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开始 我们先去拍这个 这个 这个就在那里 在那里 很近吧 走吧 安平古堡 GoGo 有阶梯喔 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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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楼梯耶 不见到楼梯在那里耶 走吧走吧 我现在是漂亮妹妹 哈哈 我可以原地转一圈给你看 就在这里 一二三 好了 第二张Gate到 现在第三张是最难的 根本就看不出来这个是哪里 这边我觉得是最像的 它可能 还有重建的部分 我们去找这个 糊糊的东西吧 走路 拜拜 一两四文 怎么办 我觉得我要喝苦茶 怎么办 我一定会赢你的 我一定会赢你的 你们觉得 谁拍的比较好啊 好 我决定了 谁 谁 谁 我们 恭喜 谢谢 是我们 这一届的 复课大师 颁奖 好 没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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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赢家 当然也有输家嘛 那我们出家干嘛呢 惩罚 惩罚什么呢 我们的苦茶世界 好疼啊 好疼啊 来吧 請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大家 谢谢我的爸妈 我得奖了 赢得一杯苦茶 谢谢 我要喝咯 可爱 它很香咧 但我觉得它很恶心 我要喝咯 它看起来就不太ok 那你要先吃一口 你先喝掉 我再吃看看 我要一口的 一口喝 一口干 喔 oh my god 没办法 好恶心 好恶心 喔 哇 真 真女人 欸 她不能 她不能一直留在嘴巴 哈哈哈哈 好那我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赢家跟输家 现代人呢 常常去一些网美景点拍网美照 没错 那大家是不是忘记 在台湾这个宝达还有很多的古迹呢 尤其是在台南这个地方 有很多很有韻味的遗迹哦 那下次还想要看到什么 请在下面评论留言 按下去留言哦 然后要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 大家拜拜 拜拜